消毒箱一支兩百塊韓運費 老闆不得我賣賣 直播平台開張消毒噴槍下沙出售 因為台灣霹靂火 劉文聰角色爆紅的藝人秦陽 當起直播主為了要還負債 你不會砌單 但是有的平台會有砌單 你知道會有砌單 我走出去給你 你給我砌單 會有人還送回來給我 一來一往 因為我就賣給我 擔心被網友砌單必須先轉賬商品才出貨 青陽坦言真的沒本錢再賠了 因為疫情大陸商演拍戲全落空 得替自己找出路 去年在花蓮投資的餐廳盔錢收攤 他五月初還遭一名省信網友發文指控 欠七百萬就要跑路 總是擺出一副要錢沒有 爛命一條的態勢 青陽事後承認欠錢 但沒有要跑路 也透露PO文者是債主的兒子 債主很大氣 從不催款 直播將近四個小時 青陽還把家裡的收藏品拿出來拍賣 同步觀看人次破百 還有人鼓勵他重回八點檔 因為霹雳火走紅歷經選舉落敗 還曾被爆在酒店標罵傳播妹 現在因為欠人七百萬當直播主叫賣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